大家好,我是小鱼儿 我是章鱼儿 今天是第一次和张哥一起共同站在这个镜头下面 我们有一个好消息想要告诉大家 是啊,家人们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 我和小鱼儿,还有大家 我们已经相识半年了 在相识的这半年里面 我们一起经历了欢笑和泪水 一起经历了生活的点点滴滴 如今呢,我和小鱼儿准备携手踏上新的创业真诚 为我们的未来描绘出一幅更加绚丽多彩的画卷 不知道大家会支持我们吗 大家还记得我和小鱼儿初识的那一刻吗 她的笑容和善良 如同春日里的阳光,温暖而明亮 照亮了我的世界 也温暖了屏幕前众多哥哥姐姐们的心 随着时间相处得越来越长 我和小鱼儿还有屏幕前的哥哥姐姐 说说阿姨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 其中就有很多哥哥姐姐给小张说 像小鱼儿这么善良 可爱的姑娘 不应该在这绵硬的大山里面 只限于杠杆农活 她应该走出去看一看 看看外面的世界 看看外面的车水马龙 看看外面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无限的机遇 是大家卵心的支持 细心的指导 给予了小鱼儿希望的称霸 去探索 去发现 大家都还记得吗 大家肯定都还记得 我也记得张哥 大家对我的鼓励 还有你对我的付出 记得第一次你带我出去学习的时候 那时候的我战战兢兢 不自信的样子 还有后来很多次学习 即便是犯了错误 大家不仅没有责怪我 还一直在鼓励我 每一次的点点滴滴 都仿佛像在昨日一样 我明白 大家对我的娘不用心 大家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 希望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我知道 是你们的鼓励 凝聚成的力量 一直牵引着我们 不断前进 但是 我又不知道 我所做的一切 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 所以我的心中 总是充满着不安 与迷茫 我就像在黑暗中 不断摸索的行者 怀揣着希望 却又被未知的恐惧 所笼罩 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深怕偏离了大家期望的轨道 我时常问自己 我这样做对吗 大家会喜欢吗 周围的声音 充满了嘈杂与混乱 有鼓励 有质疑 也有冷漠 我试图从中 捕捉到一丝肯定的信号 却又时常在众多声音中 迷失方向 但我知道 我不能因为害怕 就停下脚步 我要勇敢地走下去 哪怕前方充满迷雾 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我的道路 还有大家对我 隆隆的爱意 对小月儿 事虽难 作则可成 路虽远 行则将至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 不要忘记初心 引力前行 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与厚爱 做好秦巴山区 大自然的搬运工 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姐姐阿姨们 我和小鱼儿 要开启一轮 新的创业了 希望支持 喜欢我们的姐姐阿姨们 能够继续支持我们 并不负厚爱 不负你们的期待 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